其實這場賽事匹不馬合集都少少問題 聲明入馬,第二場賽事,伊麗莎白公主錦標 一起步時,武馬出不到集,出得齊,有點慢一點,平民氣慢一點 出得最快那一匹電閃斌,我當作快一點 來檔那邊蘇兆輝母集數,雲石嬌女都在前面 中間霧迷羅馬都幾前,跟著黃衣秘密夫人 技藝高,內檔紅衣、白帽、鋼琴世家,夾著中間的黑衣、余榮貴 然後平民氣上來尾三個位置,拍著她的聲明 暫時包緊尾,是妄談才女 跑了400米左右,前面帶頭,雲石嬌女少少搶口 蘇兆輝要控制著她的閃藍衣,暫時帶出了多少 守著第二位電閃斌堤,貼欄第三個霧迷羅馬 過幾碼位置,秘密夫人,貼著欄的鋼琴世家,走緊外的技藝高 後一堆位置,才見到愚蠅鬼異蝶黑衣那一匹 後一堆,還有內檔那邊拼運氣,跟著還有聲明 包緊尾,暫時還是網壇才女,暫時貼著欄 包緊尾,但頭尾馬距離很近,六個碼位左右 向著直路進發,轉達達行灣時,前面帶頭,仍是雲石嬌女 一路開始騎著電閃堤,反而霧迷羅馬幾輕鬆 上來,秘密夫人黃衣、白帽也有些位置 走到內檔那邊,還有鋼琴世家和網壇才女 橙衣、拼運氣,走出走入 外檔的馬就有聲明上了一點 入了四百米範圍時,前面帶頭,現在是霧迷羅馬 雲石嬌女就不多了,內檔那邊走上來,就是網壇才女 中間上來就是余榮貴,外檔的秘密夫人 最後二百米時,前面還是霧迷羅馬,帶出多少 鋼琴世家都上來,內檔網壇才女是大鞭打 但前面的鋼琴世家都拿到優勢 一路押住了霧迷羅馬,過著第一名,鋼琴世家 第二名會不會Q多了嗎?網壇才女 第三名是霧迷羅馬,第四名應該是聲明 紅彩衣,一Q,回來了 大熱門,鋼琴世家 最後他是大熱,2.7倍 網壇才女是第二,霧迷羅馬是第三 今次偷不到了,霧迷羅馬 聲明是第四 其實4號也很慘,出閘也是慢了 網壇才女 好了,就是1456 反而秘密夫人就變得失望一點 前面還挺小的,奇奇下又不見她 鋼琴世家就跑出水準,秘密夫人就贏了之後 無以為計 另外那條方案,網壇才女和霧迷羅馬都繼續保持水準 網壇才女都贏了,霧迷羅馬也很正常 其實如果出閘順利一點,可以再有威脅一點 聲明也要湧一湧 結果同彩衣包辦年贏的這項三級 蔡伊莉莎白公主錦標,贏了一匹鋼琴世家馬昆的座棋 是一個雙眼的 暫定賽果,1-4-5-6 現場正在看頒獎,第二場賽事 伊莉莎白公主錦標,贏馬的鋼琴世家 騎師馬昆,練馬師希國師 有,見到希國師 馬女很有前景 已經是馬女,沙漢 也有很多時間見到王家事曲 應該都見到的了 第六次上陣,已經拿了4V,一個第二 這隻鋼琴世家 一、二名都童話主 應該是網壇才女都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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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五號無邁流馬 位置派35元,第四名六號聲明 連營一搭四派101元 二重彩一老四號順序派163元 三重彩一號四號五號順序派1547元 單T派342元 位置Q一搭四三十八個半 一搭五73元 四搭五147元 四重彩一、四、五、六 順序派17291元 第一號Mati,頭關五號七號十四號 次關一號四號五號派39181元 一搭四號 一搭四號派3918 五號派39,東河派3025長 五號派392045分 三大派392元 二頭一.,三大派39